这是一具来自2400年前的国王甘尸 他的头颅被人残忍砍掉 下半身也被拦腰斩断 双手呈现出一种诡异姿势 专家调查后发现 他的死因竟和一场神秘的远古祭祀有关 甘尸是2003年6月 一位爱尔兰中部地区的农民 在沼泽里发现的 其实准确的来说是半具尸体 目击者见状 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赶到现场后初步判断 这应该是一场恶行的凶杀案 因为甘尸的保存状态极为蛮好 就像是刚刚去世一周左右的尸体 虽然甘尸没有头颅和下半身 但专家根据骨架特征判断 这应该是一具男性尸体 更令人震惊的是 甘尸手上的指纹毛孔清晰可见 警方未确认尸体身份四处搜查 然而探尸室的检测却显示 这具遗体距今已有2400年的历史了 人们意识到这次发现的重要性 立即将甘尸送到了爱尔南博加博物馆永久保存 因为发现甘尸的地方是在克罗根山脚下 所以科学家给这具古老的甘尸 命名为克罗根人 为了解开甘尸真正的死因 专家对他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检查 从他的外观来看 克罗根人身材相较之下非常壮硕 拥有宽大的手掌和臂杆 在2400多年前的铁锡时代 爱尔兰男人的平均身高为168厘米 而克罗根人比平均身高都要高 在人群中也是十分的显艳 光是站着就充满了威慑力 专家推测他生前也许是一名战士 或者说他曾从事体力劳动工作 每天心心劳累练出了一身剑子肉 可这种说法很快就被推翻 因为克罗根人的双手掌 并没有疤痕或劳解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是一名体力劳动人 而且他的指甲修剪得非常整齐 证明他的社会地位很高 也不可能是一名战士 与此同时 干尸左臂上的壁桌 引起了科研人员的注意 壁桌上还有合金铜的金属装饰 在爱尔兰的传统文化中 壁桌和崇拜太阳神有着密切关系 这种种细节上的发现 再次证明了克罗根人身份不一般 他生前很可能是一个宗族领袖 也就是德鲁伊 当一个人被选中成为德鲁伊后 他就会耗费多年学习各种宗教知识 在部族里的地位被受尊崇 可这么一位高大建树的领袖 为什么会死得这样凄惨 死后又为何会两千多年不服不滥呢 这是一句来自2400年前的国王干尸 他的头颅被人残忍砍掉 下半身也被拦腰斩断 双手呈现出一种诡异姿势 为了调查他的死因 专家亲自来到了遗体被发现的地方 冒着生命危险徒步进入沼泽 等到了现场后他发现 这里到处都遍布着海险 如果尸体埋在下面 就可以形成一个天然 无氧无菌无光的密闭环境 掐断了一切尸体可以腐烂的条件 而遗体之所以呈现黑色 是因为沼泽里的水酸度非常高 从而让尸体表面逐渐皮革化 可以洗到防护损 也正因此 克洛根人的石身 才对保持2000多年不服无赖 随着对干尸更加深入的调查 专家发现克洛根人的手臂上 有许多小洞 里面还残存着一些柳条 科研人员据此推测 克洛根人被柳条 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捆绑着 用柳条穿过被捆绑指的双臂 从而达到限制人行动的目的 除了手臂上的柳条之外 专家还在干尸的胸部 发现了一个伤口 凶器很可能就是这把现场发现的敌神 克洛根人被捅了一刀之后 凶手并没有就此平手 通过他脖子上的割痕来看 克洛根人最后还遭遇了斩首 身体也被砍成了两截 捆绑刺伤斩首之际 这一系列困难的操作 显然是一个人难以完成的 也就是说凶手并非一人 而克洛根人的死亡 更像是一种有组织性的行刑仪式 他身上除了这些致命伤 令人困惑的是 他的左侧乳头竟然被割掉了 这种伤口随不致命 但却能让人痛不欲生 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仅仅是为了折磨他 专家认为这背后绝对还有不为人知的事情 克洛根人所遭遇的 好像是在完成某种献祭 因为发现干尸的这片沼泽 在古代的爱尔兰人眼里非常神圣 2400年前 爱尔兰遍布着沼泽 树木将整个天空遮蔽的炎翼施施 很少能看到太阳 久而久之人们开始对太阳充满敬畏 崇拜起了太阳神 而太阳升起下落 都会和沼泽交相辉映 知识匮乏的人们 就认为沼泽是太阳神的起身之所 所以克洛根人去世后 不会平白无故地丢在沼泽里 可话又说回来了 克洛根人既然身为领袖 又怎会沦为祭品呢 专家为寻求背后的真相 在此之身来到了发现干尸的沼泽 并在沼泽里找到一些泥炭段子 这些泥炭是由苔藓千百年间积累形成的 苔藓每生长十二年 就会形成伊犁尼泥炭 里面夹杂着很多古植物的生长细细 通过这些生长细细 专家就能得到克洛根人生活的那个名代 环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是2400年前爱尔兰的国王干尸 干尸不仅被腰斩断头 手臂还被柳条刺穿绑在一起 甚至左四奶头也被割掉 专家被调查出他为何一个部族首领 会遭到如此残忍刑罚 再次徒步来到了发现干尸的沼泽 专家通过地层年代分析出 2400年前 因为突然长期出现恶劣天气 导致粮食大量减产 极寒交迫的人们把矛头 对向了身为部落首领的克洛根人 根据爱尔兰传教士帕特里克的著作中 收录了一首民谣 里面是这样描述的 在古爱尔兰水溪一位国王的乳猴 就代表着臣服 而割掉乳头就代表着多多国王的权利 由此可见这句干尸 生前是古爱尔兰的一位国王 而在那世的爱尔兰 国王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权势滔天 王位也不是代代继承 而是从人群中选拔出来的 被选中的人会参加加冕仪式 然后和大地女神避邪婚姻 人们相信这样 就能得到太阳神和大地女神的庇护 从此国王便被唯一稳定天系的重任 那世的社会非常依赖雨水和太阳 但却又完全无法掌控天气变化 因此他们便想出了这个 自以为能掌控风雨沟通天地的人 这个人就是国王 所以在2400年前 导致这场大饥荒的责任都源于国王 于是他们便推选了新王 罢出了旧王 克洛根人就是因此 成了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被人们献起给了大地女神和太阳 而这种事件在当时经常发生 通过后来专家在沼泽里 找到的另一具干尸就能证明此点 通过探视词检测显示 他和克洛根人一样 都是来自2400多年前 胳膊上同样绑着象征地位的壁镯 身上也出现了同样恐怖的伤痕 最为关键的是 他和克洛根人一样 左侧乳头被切掉了 这就意味着这具干尸 生前也同样是一名国王 因为一场自然在来 被人们认为是失职祭祀了 将他们杀害并丢弃的 很可能就是同一批人 所有谜团终于全被切开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